你们的行动 必须马上停止 为什么呀 难道你不知道光杀汉奸 是赶不走日本人的吗 可是赶走日本鬼子 不光靠的是中国军队 它也要靠老百姓啊 你们刺杀只会激怒日本人 让他们开始报复 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甚至是灭绝人性 我们不能让老百姓 遭受无畏的牺牲 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事情 打日本人总得牺牲吧 打日本人是要牺牲 可不能白白牺牲 我们打日本人是为了什么 不是让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吗 你们现在的行动 只会让老百姓更加遭殃 所以必须马上停止行动 这不仅是我的意思 也是组织上的意思 好 对了 还有件事要告诉你 你说 大发贸易现在和日本人 正在商业来往 他们不仅要把中国的 字画和古董 都卖到日本去 而且还抓了劳工 也输送到了日本 你的这个消息 确清吗 非常确清 大发贸易 认识你的人不少 我看这个地方待不住了 还有 学堂也不要去 江小姐说得有道理 这些天 我听说有不少航武之人 都被日本人抓走了 这件事情怨我 不该诚意失智呢 让那么多人受了牵连 我也是欠考虑啊 前辈 那我回去了 天行 你还没搬走 刚找了地方 明天就办 好 正好 你看 我 我 我 来 一 咱 啊 冷 我 你 你 两人 走 走 走 上海顶级高手并不多 最让我们头疼的事情 一定都和这个高天行有关系 这个任海龙肯定认识他 也许吧 不过 不要指望他能告诉我们什么 既然任海龙不识抬举 就别怪 我这个老朋友 对他下死手了 要不是大左宁太仁慈 这个任海龙 应该早就死好几回了 据我们的最新情报 大发贸易现在和日本人 正在进行商业来往 他们不仅要把中国的字画和古董 都卖到日本去 而且还抓了劳工 也输送到了日本 高爷 你找我 刀疤是不是去了大发贸易 任爷 记住了 做生意 尽量用余加根的人 洪先生的人 最好不用 这个我知道 还有那个小鹿 只要对洪爷死心塌地的人 都要用在高天行的身边 没有长久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还是那句话 钱才是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变的 是 任爷 对了 小鹿最近跟高天行走得很近 前几天高天行来找过他 小鹿带着几个兄弟拿家伙出去了 具体怎么回事 这个我不清楚 他接了电话就匆匆离开了 谁的电话 这 我没打听 刀疤说是您引荐的呢 我真是个笨蛋 如果说是您介绍过去的 他怎么可能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呢 怪不得做个生意都鬼鬼祟祟的 但是人也很喜欢他 说他很能赚钱 高野 你不用说废话 我问你的 第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在跟日本人来往 你 你怎么知道 说 是 是 是 第二个问题 我的住处 是不是你泄露给日本人的 是 是 是 到吧你应该知道 我平生最恨的就是罕见 高野 我错了 我错了 高野 有的错犯了以后可以改 但是你犯的这个错 让你成了畜生 你知道吗 高野 其实这些事 他都是 他都是 谁啊 我 天行哥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我直接问你吧 是不是刀疤 挑唆你去跟日本人做生意的 怎么了 我赚钱有错吗 你混蛋 一朝天子 一朝臣 既然大家把这个位子让给我了 我就有责任赚钱养活大家 接口 银派胡言 我让你去做正起生意的 谁让你跟日本人来往了 什么叫来往 我就是赚日本人的钱 钱你是赚了 可你卖给日本人的是什么 是国宝 是劳工 人要想成功 就得付出点代价 你这个畜生 你说的话 我听得清清楚楚 你这个混蛋 为什么要和日本人去做生意 爹 你是光看到我和日本人做生意 你没看到我杀他们的时候啊 你站住 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 你走就别回来 对不起 都怪我 打扰您休息了 我养了一个逆子啊 这事也怨我 我明知道他喜欢钱了 我还让他去主持大发贸易 主持大发贸易 天兴 你糊涂啊 是是是 这事是我糊涂 现在这个逆子 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说怎么办 这事是刀把挑唆他做的 现在刀把死了 也不用再追究了 刀把死了 谁杀他 是我 也好 只有这样 才能死了这个逆子 贪钱的心 大佐 我回来了 有证据 有证据 在哪里接过这个人 你在哪里接过这个人 发留下把柄 那那个人 你能找到吗 他是我的上线 我 我认识他 你的上线在哪 不是他 不过 每个星期三的下午 五点 他会去我的杂货铺 星期三 那就是今天了 过来 都有什么东西 就是这水管 给我过来 过来 过来 快 快 快点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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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 我跟你说 这没人 怎么路上 小鬼子 太快了 人家 他叫你 快 他就不是东街外公子 跟他善你杀我一下 你 啊 做的 我俩 你 老前病了 好 师父 你去哪儿 老前叛变了 江派这要跟他去街头呢 师父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不用 你呀 在这里看着 等我回来 胆子 看一看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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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了 对不住了 先生 前面封路了 那 绕豆腐 走过去 这一绕 让哪儿去啊 就这一条路 去不了了 那 你 快去 要不撤去 我不要了 你自己行吧 走过去 对不住啊 再一个 走过去 走过去 干什么 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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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路已经封了半小时了 快点 我觉得江派应该会绕路走 应该还有些时间 我绕道去追江派 这一绕道 不更远了吗 你别管了 相信我 师父 我姐不会有事吧 你闭嘴 有没有我 没有我 是 是 在这边 突然你 но 我 等着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解写时 放松电 放松电 他不是 五点到吗 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 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 应该来了 来了 老秦 怎么了 你怎么才来啊 快 快进来 来 来 走 你 去找所有的道具 是 哪里 是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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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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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师父 您去哪儿 我到高天行那儿去看看 师父 慢走 你们一群人 竟然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抓来的那个女人是幼儿 你却没用它钓来大鱼 真是愚蠢 对不起 军人不说对不起的 别瞧了 那个人早就搬走了 没人住了 搬哪儿去了 那谁知道 醒了 慢悠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是哪儿 这里是玉英堂 你别动啊 我刚给你上了药 是你 救了我 我刚好路过 谢谢 你 不是离开上海了吗 怎么会在这儿啊 任伯伯把我从日本人那里救出来以后 我就回了乡下 可是 我们那个村两百多个人全都被日本人给杀死了 有一天 我出去走亲戚回来的时候 全死了 没有一个人活着 后来 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我就偷偷跑回上海 可是 我又不敢回老百会 我就到处给人家做女佣 后来 玉英堂收留了我 有了个管吃管住的地方 高大哥 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一定要多杀日本人替我报仇 马悠你放心吧 我会的 对了 你见到飞场了吗 我答应过任伯伯 不再见他了 我不能失言 难为你了 你好好躺着 我去给你倒杯水 我去拿过AS 我去拿 apt 出来 ę 心 就收到 也 宇ains 姜小姐 姜小姐 感觉怎么样 我们这里的刑举随便拿出一样 都会让你痛不欲生的 有句俗话叫做 使食物者为俊杰 把行动组的人告诉我 特别是高天行的下落 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 做梦 好 你们给我好好照顾她 时不时加点量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我 说 我以前是歌女 你知道的 现在 我是御营堂的女工 那那个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日本孩子送给我的 为什么会有日本孩子送你东西 前段时间 我给一个日本人家里做女佣 他们的孩子送给我的 你为什么会给日本人做女佣 他们就是普通的日本老百姓 他们也反对战争反对屠杀 他们有的时候 还会接济贫穷的中国人 我们御营堂里好多棉衣棉被 都是他们送过来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日本人里面也有好人 对不起 慢用 我错怪你了 快躺下 你怎么起来了 我要离开这里 不行 我必须走 我现在不是歌女是护工 我得对你的伤负责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你负不了责 绝对不行 来 你有什么事需要做 我去帮你做 但你现在这种情况 绝对不能出门 怎么伸出血来了 快让我看看 怎么办啊 伤口我也没有处理好 要不然我去找个医生或者护士 像这种枪伤 日本不允许医生私自治疗 如果被日本人知道了 医生会没命的 别去给他们找麻烦 那怎么办呀 你这要是发炎了 可就来不及了 有什么话你就说 我可以去诊所 找任前辈 可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日本人 你这种情况出去 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我在这儿待着 我的伤会越来越严重 还是让我去吧 让我去冒一冒险 这样 我去找秦小姐过来 顺便再拿两身衣服 可是你答应过任前辈 不再回上海 不再见人非常了 可现在人命关天 也过不了那么多了 你放心 我会躲着任伯伯 也不会去见任非常 我想就算秦姑娘知道我回上海 她也不会告诉任非常的 可是 我知道你对我还有戒心 但是现在只有我能帮你 我知道昨天晚上是日本人在追杀你 是我救了你 是我救了你 单凭这点 你也应该相信我 你怎么来了 满忧 你终于出现了 你知不知道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你 满忧 为什么你不来找我 你们干什么呢 满忧 你为什么不再来找我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很苦 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秦姑娘的 找我 找我干什么 秦姑娘 高大哥她受伤了 你快去救救她吧 她在哪儿 在我家 快走 谢谢 你就是喜欢硬程囊 有事喊我一声不就是了吗 当时情况太紧急了 我没来得及叫你 多亏是 满忧小姐救了我 那是咱们有缘 这房子别住了 我重新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吧 我刚办了新地方 我是说你 不用了 我住在这儿挺好的 那 不然 你们先说说话 我先出去了 有事你们叫我 满忧去 前辈没生气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 江潘被日本人给抓了 我想救她 结果 江小姐被抓了 每人没救出来 英雄变狗熊了吧 你别说了 龟长 既然你来了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江小姐现在应该被关在宪兵队里 所以 宪兵队 对 你以为宪兵队是旅馆啊 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 你先帮我打听这消息 我们再想办法 这事帮不了你 就算是我求你了 行吗 非诚 这不是你求不求我的问题 万一你的人没救出来 我们几个搭进去怎么办 一定会有一个万全之策的 会有办法的 现在连他的确切位置 都不知道 有什么万全之策 我 我有办法 或许我可以帮到你们 看一看了 看一看了 好厉害 太厉害了 有位 好嘞 来这里消遣的 都是些高级军官 我们随便抓一个 都可以冲刀 换取那位江小姐的人质 万优啊 你的招数实在高明 不知道 今天晚上谁会成就我们 看一看 就是他 没事吧 我的脚崴了 先生能帮我扶起来吗 美丽的小姐 愿意为你效劳 走 先生 我的脚不能走路了 能送我去医院吗 没问题 那你上车吧 谢谢 谢谢 小心一点 你先回去吧 好的 是 先生 怎么称呼您 大田真座 哦 莫非您的家族 是大田皇族 没错 小姐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你叫我幽子好了 幽子 很好听的名字 别动 开车 你说什么 大田真座失踪了 明白了 是 大田 是 大田 是 大田 这么烫 我们去哪里找 会不会这个花花公子 自己躲起来了 你 带上西村马上去把 所有交通要道的出口给我拔住 只要他还留在上海就好 是 娜娜 早点 秋山大佐 你谁 我和谁都不在乎 大人在我们的手中 你谁是大佐 大佐 你现在 相当焦着 那是什么意思 有的人要交换 交换 昨天 方平城路 你住的女人 黄田是日本貴族 父親是日本內閣的外來層 如果黄田有什麼事 你也會被黄田的父親 全日本的民主 你不是不可能 知道了 你怎麼交換 一時間後 賣談廣場 因為 車一帶來的 如果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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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遭遇 簡直混蛋 丹總 我們不能答應他的要求 這是我們的恥辱 我們現在壞人 不過是你我的恥辱 如果不犯人 將會成為 大日本提供全體國民的恥辱 難道 那就真本答應他了 你說呢 站住 你是日本人 信不信我殺了你 要殺你就殺吧 星蘭 你幹什麼 他是日本人 你可以殺了我 但不能說我是日本人 你讓他把話說完 滿佑 你什麼時候會說日本話的 在老百會的時候 經常會有日本人來 那個時候 敬禮簡單教了我們一些 我看你說得挺流利的 那是當然 我學得比別人用心 會得自然也就多一些 後來到了御嬰堂 我一直在一個日本人家裡 當女儂 難道會說日本話的 就一定是日本人嗎 喜蘭 你都聽到了 不要多意了 咱們爹不也會說日本話嗎 難道他也是日本人嗎 要不是為了救江小姐 我才不會說這種愚蠢的話 他們把我們全村的人都殺了 我的弟弟妹妹全都被殺了 我恨不能把他們的骨頭 都咬成炸 好了 不說了 趕快離開這兒 此地不宜久留 快 快 快 讓那個女的自己過來 唐天君 快放了她 我們走 過去 快 快 江小姐 你要去哪兒 不如讓我們送你吧 不用了 我就在這附近 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今天謝謝你們 你也太謹慎了 我們今天冒死把你救出來 你還這麼提防著我們 難道是怕我們知道 你住在哪兒嗎 倒不是這個意思 只是這個車目標太大 怕暴露了大家的行蹤 還是趕快把它處理掉 各自回家吧 保重 按照您的指令 在交換人質的過程中 我們並沒有開家 我們眼睜睜地 看著那個姓江的女人 上了汽車 來日風場 能讓大田真左安全回來 就是萬幸 那個叫幽子的女人 讓我的顏面掃地 打左閣下 你一定要抓到她 我會的 是 我會的 是 寶可